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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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เห 作画对明镜与点栏目 腳位勾得到了,再直接勾 就把他勾倒了 所謂的支撐腿啊就是 剛剛這個西里賽有一隻腿被抓起來了 只剩下一隻腳撐在地上 那隻腳就是要支撐腿 泰拳的很多腿法都針對支撐腿的 是的 有時候通過這個散捲運動員 當時早期跟泰國運動員比賽的時候 經常支撐腿持撐不住 因為支撐腿到時候你只有一隻腿在撐 力量特別集中,特別容易受傷 剛剛西里賽啊,連續幾次一個西級 而且路線西撞啊不一定是要往上 折得進去也是可以的 第一局雙方打得都不錯 顯然呢這個打得比較開 對對對,沒有什麼預熱現在 剛剛都熱過了哦 哇這個臉部啊這個傷非常重 除了流血之外已經瘀血了 下面的口子開了 然後又流下來了 還好是開在這個眼睛的下面 如果是眼皮的話會被中式移動 好,結束 一般啊這個泰國選手 就喜歡做這個對身體的攻擊 他不管你會不會接 要不要接我再繼續踢 踢到你肋骨受不了為止 像剛剛這個K1總冠軍呢 MOOSE啊就是被這個西提拆啊 一直踢這個肋骨 踢到沒辦法打下去了 那今天的西提拆能不能用同樣的招式啊 來這個 對 發生作用呢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呃,但是他現在看到了 艾蒂莎的臉部已經受傷 所以他用拳法攻擊他的臉部其實也是挺有效的 是的 好,追進去了 啊,這樣的一個做法是不太好 就是,不是 就是說 拳王竟然背對對方 對,抱起頭 這個 哇,這個又淡淡的哀傷 真的是太哀傷了 對 不是,背對對方 就是 一轉過來又被踢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安利桑真是出事不利啊 大家不得已又笑了 然後,呃,真的很痛喔 這個有點快口吐白沫了 這個錢啊,真難賺了 你知道嗎 啊,這個血啊 一隻流 你看 主要這個血一隻流會對他產生一些影響 對 然後有時候他會對選手的心理產生影響 他會顧及這一塊 非常地煙好 對,防守上有時候會反而是錯位 上一次來打重生之戰他也是見血的 對 上次他帶了血直接噴到台下,噴到我的講稿上面 你看那個流血量的驚人 奇怪,安利桑也不管對上誰都會被踢到耶 不只交付開踢他 連那個吸力開都踢他 好,那 直接就上一個吸擊 好,換句話 換句話 在主動進攻 喔 趁著這個是一個蠻高級的那個 要摔不摔的同時了 竟然補上一個小吸狀喔 這個是一個蠻足的一個招式 因為對手倒地的時候你就不能做吸擊 但是他還沒倒的時候就給他補上去 對 對他必定特別快 對 那時候在要倒不倒的時候啊 他吸體賽是沒辦法做防禦的 因為他在肚子啊 回復他的一個平穩 對 好 喔 這個可能要KO 這個吸體非常重 對 反而是吸體賽的吸體比較重 對 這個泰國選手最重名的殺氣 你看血一直低 真的安利桑好可憐啦 對 安利桑完全站了起來 好 準備接著打 加油 喔 給他加油應該 對 當然的一氣是非常重的一氣 對 對 這個腹部裡面啊 非常多的一個神經蟲 而且那個位置是肝臟的位置 喔 身體都非常的痛 喔 又又快受不了 又快受不了了 撐不住了 對 平常我們除了做大量的仰臥起座之外 你看這個腹部各種角度都要用藥球來丟來砸 確保他能夠撐住這樣的一個衝擊 但這個選手有時候對頭部的防守特別在意 但是有時候對腹部的防守有時候會差一下 是 好 這個明顯的處於劣勢了 對 一個多線路的攻擊 先打完頭 再看你的對腹部的一個防禦會不會鬆散 我覺得吸體賽可以打內威繼續襲擊 對 他要了 對 對 他準備襲擊 喔 又是那個 又是那個 愛 換一個 Andy Sawyer的空中 換角的一個襲擊 今天的一個娃娃臉殺手 真的是發揮了他的威力 對 打得很出色 對 這個Andy Sawyer偷撞人家一下喔 對 他這兩個對手身上都非常強 是 都是 都是K1的冠軍啊 對 一個是新冠軍 那個是舊冠軍 這時候一般泰國選手就會向後做帶摔啊 喔 被扣分了 唉 其實 其實不是抱得很很寬 呃 這個 這個 就不讓他們雙方做殘暴 呃 這個 昆仑軍的比賽規則其實也是限制長時間殘暴的 對 防守殘暴不太好看 對 對 對 好 哎呀 哎呀 這個 艾滴招了 有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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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大勢已去啦 現在看來這個空中街太不好打了 對 什麼什麼哪邊來的拳王好像都沒有用啊 可能地球上的拳王已經不夠不夠看了 要從外星去找了 對 像這個吸體胎的這個正燈腿 現在直接踢到面部 嗯 然後接著繼續攻擊內部 對 打得太主動了 你看 這一些太結實了 而且他因為是後腳的踢擊啊 可以正確地踢到對方的肝臟那邊 這是左駕選手的一個優勢 剛剛後腳的一個西狀 那艾滴招吃到的西狀把它接起來 也還他一個西狀 對 其實我剛才已經注意到 其實這個 這個西狀賽實際上是個反架 對 這個反架對對方的這個 右股 右股 右股實際上是很大威脅 是你看直接進去了啊 對 而且很重 這是泰國人的西 對 這個頂級綠身骨頭沒有斷啊 就是那個內臟是受不了的 對 好 第三局比賽開始了 他按提說話的話 必須這個 就是顯著的扭斷局勢 才是這個比賽 可能是要直接把這個西狀賽KO掉 才能贏這個比賽啊 對 好 因為剛才的這個一個西狀應該說扣了兩分 對 那剛剛安利沙爾就是1-2-KICK 兩邊都是做1-2-KICK 所有的1-2就是前手拳加後手拳 再加一個T級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拳推組合 非常的激烈 好 直接往這邊頂 但是呢頂到了這個 手指頂到了安利沙爾的一個 傷口的地方 所以安利沙爾很痛啊 有點要抗議的意思啊 因為你怎麼可以用手指來頂我呢 對 這是一點點犯規的 那安利沙爾總該說這個 還是態度是不錯的 他幾次有點被踢到當步 但是還是沒有特別的不滿 就有點牢騷了 對 最終因為他還是要贏得勝利 這個西狀賽可以打得更緊湊點 看西狀賽啊 一個前手四拳 開完路之後 就是用後手的高掃 或是一個中端的一個西狀 你看就進來了 那目前安利沙爾的這個肋骨的狀況 似乎有點恢復的啊 對 這個西狀賽撞了幾次 好像沒有沒有特別的影響 看西狀賽剛才編成繼續攻擊肋骨 對對對 那個是用靜骨來踢 繼續在頂級 靜骨就是在小腿的部分 這個肋頭 非常的硬喔 在空手道的表演啊 他們都是用這個靜骨 直接把棒球棍給踢了 就是看說放球棍的水硬 對對 你就知道那個厲害了喔 那訓練進骨的方式有非常多啊 但是不用像 武代亞謠傳這張玻璃啊 用木棍去砍這個 砍這個灑子的骨頭啊 不用那麼土法煉鋼了 只要比較長 去踢這個沙包 尤其是踢這個 我們現在的沙包裡面 大部分都是 就是裝布 但是也有裝真的沙子的沙包 只要你去踢 裝沙子的沙包啊 他自然的腳就會 喔 越來越硬 進骨越來越硬 成熟力越來越強 對 那神經啊 大腦神經忍痛的 忍痛的一個極限啊 也會提高 你會覺得沒有那麼痛啊 這個血又流下蛋了 兩個都被扣分 因為就是在殘暴 clinch 就是一個殘暴的意思 殘暴太多了 那這個裁判就不高興 扣分 對這個裁判還是非常有經驗 而且非常嚴格 對 甚至他在對整場的比賽 都會產生影響 是 裁判呢除了要 除了要維護著這個 比賽的公平性啊 他還要救選手 這個選手跌下去 像這個快跌下去 大家旁邊看 對 該扶的時候他就要扶一把 他趕快扶一把 對對對 這是推倒的 對 還不高興 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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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的一個時間到 暗地可能回田無力 對 艾利招爾就是把手舉起來 表示說他順利 但是他是很心虛的 對 那這個臉部的傷啊 大家已經很頑強了 對對對 臉部的傷要回去好好地注意一下 實際上是交付開河這個 7T才聯合打敗了 對 聯手打敗了暗地 對 聯手打造的一個黑輪啊 就是眼部這樣的一個黑圈圈 對 好 一個往上的圈圈 你看 艾利招爾這個柔軟度還不太夠 所以他這個 需要上頭的部分 上不再上去 那往前延展延展不出去 這個部分就是要注意一下 你看這個 要高邊腿 踢不上去 踢倒大概是肩膀而已 好 這個系統進去了 很重啊 艾利招爾撐了一下 沒有倒 再一個 哎呀 重鑽 再來一次 這個系統一拆啊 他這個節奏相當地好 看你到剛剛這個上勾拳了 沒有打到 這邊 有 有重啊 很重 那這個系統一拆啊 做一個態勢的帶摔 然後腳步的一個勾掌 好的 希望的朋友們 分了決2015中量級世界十六強 此個賽 A組的冠軍就要誕生了 本場比賽經過裁判的裁定 結果如下 1號裁判26比30 2號裁判26比30 3號裁判27比30 所以這一輪獲勝的就是藍方的GT Time And where is the blue collar fighter from Thailand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昆仑爵大賽的賽事總監托尼陳先生 為獲勝的選手頒獎 但是我個人也要一個提議 就是我們應該用這個掌聲 來送給我們的Andy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堅韌 而且一直在堅持戰鬥 他是一個Good man 好男人 Good fighter Andy Hey You know that I have found the NinjaT 候羽osis 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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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組